在福建灵德世界地质公园平南白水洋景区内, 一座长达66米的木拱兰桥横跨两岸, 飞檐翘角,古香古色,桥名双龙桥, 桥面距水面有三层楼高,远远望去沙士壮观。 兰桥内,84岁的黄春才正详细地给他的小儿子、孙子 讲解着赵桥的基本原理。 日前,记者在福建平南约访了黄春才和他的儿孙被接班人。 黄春才是国家级飞移木拱兰桥传统营造记忆代表性传承人。 眼前的这座双龙桥就是他主持重建的。 黄春才出生在一个赵桥世家, 主妇黄金树是清末著名的兰桥工匠, 父亲黄向炎一生赵桥31座, 赵桥工艺一代传一代, 到了黄春才这里,已经传了三代人。 我15岁跟我父亲了, 现在应该有70多年了, 我们那个时候时候啊, 我父亲、京欧、南平, 平常一代救了十几条。 儿子先传,传了在我村子里, 他讲我的女儿再传下去就更好了。 在我儿子在我村子里是第五代了, 第五代就是传这年了。 木股南桥不要寸钉片铁, 只凭床靠床横嵌横, 衔接严密,结构稳固。 以河上架桥,桥上建篮, 以篮护桥,桥栏一体的古老独特桥梁样式, 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 都不要用钉、贴, 把整条的桥做过去, 用神锚结构的, 再一个就是下面的框架, 一定有算得准, 差一点都不行啊, 如果算不准呢, 对这个桥上一定有问题了, 一定有算性用。 再一个这个弧度, 你这个多这个弧度, 两边一定有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拱桥的, 桥底的这个历史的经验。 1956年, 十年二十岁的黄春财, 就成为了当地兰桥工匠的后起之秀, 然而随着交通的发展, 此后兰桥建造的机会越来越少, 直到2003年1月, 国家文物局来到平南调研 宁德市木拱桥相关课题, 找到了当时已是67岁的黄春财老人, 至此, 黄春财便从操就业, 开始了兰桥的修复和新桥的建造工作, 同时他也叫回了常年在外打工的儿子, 开始了边修建边传承之路。 我父亲有讲, 然后讲那手艺丢了也挺可惜的, 所以才去学, 我们就学了这个, 来祖传下来的手艺嘛。 真正的参与的就是这一座双桥, 05年开始, 学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最大的就是体力啊, 如果讲没有一点那个耐力跟体力的话, 你想学这个很难啊, 因为都是个木头, 还有建造在南郊的地方, 一般地质都不是很好的, 等下有的还在山剑里面, 主要耐力很重要。 为进一步传承赵桥记忆, 黄春财组建了一支约20人的南桥营造队伍, 这个赵桥世家还成立了 黄氏家族木拱桥记忆传习所, 培养了十余名手艺人。 今年30岁的黄颖是黄春财的孙子, 在爷爷和父亲的劝说下, 他也回到了家乡平南, 开始跟班学艺, 成为了手艺人的新生力量。 好的东西必须要传承下去, 然后现在有打算, 现在已经打算在学的一些基础的造语, 然后现在图子这方面, 我也刚刚开始接触, 然后把它好好地给传承下去。 目前, 敏哲两省联手推动木拱南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签署了中国《敏哲木拱南桥保护与生意联盟协定》, 看到木拱南桥营造记忆得以传承, 黄春财希望有生之年, 能有更多机会见木拱南桥。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